无耻卡燕男公然暴打公交车女司机 将其脸部重伤至多出骨折毁容不说 更是嚣张表示 自己就是将你打死都不敢有人问一声 他究竟是何来历 能够如此有恃无恐的当街伤人呢 武汉公交车女司机张女士非常的无助 好好的在路上开车 就被卡燕车车主给堵死了 对方不让路就算了 还破口大骂 要自己下岗 嚣张的样子仿佛是天王老子一般 但不管怎样 按照规定道路开车是张女士的工作职责 尽管对方不断地在辱骂自己 张女士只能按耐住自己的情绪 平和地跟对方的商量 说您很有钱 我们从您开的车已经能够看出来了 但您能不能挪一下车 谁料 卡燕男一句话都不说 直接将自己打包的酸汤水饺扔到了张女士的脸上 滚烫的饺子汤 直接将张女士烫得惨叫连连 热水烫得眼睛都睁不开 紧接着 卡燕男直接夺门而出 一拳接一拳地朝着张女士的脸上挥去 被烫得通红的脸颊瞬间冲写 卡燕男的力气出奇地大 张女士直接被按倒到地上打 满脸鲜血的 他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接连求饶 希望卡燕男能够停手 谁料张女士的求饶声 仿佛成了她的兴奋剂 让她的动作更加的狠辣 没多久 张女士就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了 地上鲜血一片 但卡燕男依旧没有停手的迹象 准备对已经晕过去的张女士继续下手 幸好后边的群众围了上来 控制住卡燕男 还救了张女士一命 看着周围都是对自己指指点点的人 卡燕男更加气愤了 说你们敢阻拦我 等着吧 今天我就是将这女的打死都没事 我有人连钱都不用赔 但她嚣张的行为已经惹了民怨 群众团团将卡燕车给堵住 防止她逃跑 等到警方来的时候 卡燕男的七燕才有所收敛 但她依旧大言不惨 称自己只是去喝喝茶 很快就没事了 至于被传送到医院抢救的张女士 就应该死了才好 家人们说个好消息 只要下载西瓜视频 搜索战士解密666参与抽奖 有机会获得华为P50一手机一波 现场的情况被周围的观众 拍得一清二楚 很快就传到了网上 卡燕男的无耻行为 在网上引发了一片骂声 但大家更关心的是 张女士究竟怎样了 因为张女士送医及时 所以她的情况并没有恶化 但脸部多处严重骨折 明显撕裂伤需要缝合 是否有毁容的可能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子为什么要下这样的狠手 嚣张卡燕男 无故堵路暴打公交女司机 至其脸部多处严重抵折 更是放出狠话 老子有钱 就是将你打死都赔得起 那么卡燕车主 究竟是平和如此嚣张的呢 时间回到2014年8月23日 武汉的公交车司机张女士 如往常一般正常驾驶公交车 在即将行驶到武昌区公平路的时候 张女士提前减速 因为前面是一条比较狭窄的道路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老司机都会提前做出反应的 但就是如此正常的行为 竟然会引发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幕 突如其来的一辆 保时捷卡燕堵在了公交车面前 速度之快 让张女士还以为 这个卡燕是从天而降的 因为这条路实在太过狭窄 根本不能容纳两辆车同时经过 而自己车后已经跟了好几辆车 无法给对方让路 相反 卡燕车后面空无一人 为了不耽误车上的乘客 所以张女士赶忙打开车窗 满脸歉意地向卡燕车说明情况 说自己没法倒车 希望卡燕车能够让你下路 张女士这样的处理方式合情合理 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 但卡燕车司机听到这样的话之后 不仅没有倒车让路 而是直接将车熄火 并破口大骂 称你是什么东西让我给你让路 看看我这是什么车 你个破开公交的 一整个公交车人加起来都买不了我一个轮胎 家人们说个好消息 只要下载西瓜视频 搜索战士解密666参与抽奖 有机会获得华为P50一手机一部 无故被骂的张女士非常的猛 不明白事情只能会发展成这样 但她还是耐着性子 好言相劝说 说自己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这样双方都不耽误时间 但卡燕男可不在意这些 觉得自己要是让路就是丢人 对不起自己的卡燕 所以卡燕男大摇大摆的下车 将公交车车牌拍照以后 重新坐回了车上 并且冲张女士示意 告诉她得罪自己了 马上就会有人通知她回家抠脚待夜了 这一连串的动作 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玄幻 张女士连接话都不知道怎接 公交车上的乘客 虽然听不清卡燕男具体说了什么 但骂骂咧咧的声音还是能够听得清 都探出头来 弃嘴巴舌的讨论卡燕男的行为 因为是早高峰 所以公交车后的车辆也等不及了 纷纷鸣笛事宜 一时间 大马路直接成了菜市场 吵闹声要闹翻天 为此 张女士只能来到卡燕车前 准备再跟对方协商一下 然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手无寸铁的张女士 就被嚣张跋扈的卡燕男 给一顿暴揍 十分的委屈 那么 卡燕男是否真的如她所说的那样 安然无恙呢 无耻卡燕男不仅阻碍交通 还当街暴打女司机叫嚣着自己就是将人打死都赔得起 被抓后更是无耻抵赖 称自己是正当防卫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面部骨折有毁容迹象的张女士 在她口中竟然成了活该 那么 这种无理 装逼 炫富男究竟会落得何种下场呢 虽然是自己无端堵路 但在卡燕男心里 他就是委屈那个 公交车怎么了 公交车也得让着自己 所以在被抓紧警察局之后 卡燕男孙某依旧嚣张 虽然她在街上说自己就是将张女士打死都赔得起 但明显就是在吹嘘 所以她很快就赶了口径 她说自己是正当防卫 是受害者 不应该抓她 在她的描述里 张女士成了彻头彻尾的坏人 仗着自己是开公交车的就恶意别撤 险些造成交通事故的人 而且下车以后还非常恶毒 不断地咒骂她去死 她这才忍不住还手的 是正当防卫 不得不说 孙先生能开卡燕还是有两把刷子 因为她说的这些确实是某一小部分公交车司机的通病 所以她以为自己说完以后 能将自己从一个施暴者伪装成受害者 但真相并不是被她的小把戏所糊弄 行车记录仪将她的所作所为派得清清楚楚 而且当时的情况 张女士没有任何的违规行为 全程都遵守交通规则 至于攻击孙先生 从而导致她被迫还击的行为就更加不现实了 张女士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一顿暴揍 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直到晕死前都没有任何还击的动作 全程求饶 周围的群众也能证实这一点 这下一向嚣张的孙先生不说话 这件事情在网上发酵得十分迅速 许多人都称孙先生的行为十分恶毒 不仅要赔偿张女士所有费用 还要将老底坐穿 也有一部分人怀疑 孙先生如此有底气的当街打人 是否真的很有背景 不然如此无脑的她为何能够开上名贵的卡宴 钱财肯定来得不正当 应该严查 家人们说个好消息 只要下载西瓜视频 搜索战士简易666参与抽奖 有机会获得华为P50一手机一步 但经过警方的仔细审查 孙先生以寻衅滋事罪被定罪 虽然张女士脸上毁容 但终究不能被定罪为重伤 所以孙先生依据情节被判处 15日的行政拘留和罚金500 并赔偿孙女士的医药费 务工费等所有费用 消息传到网上之后 引起非常多人的不满 认为这样的处罚实在太过轻易 是对不良分子的助纣为虐 那么你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